因为补雪而成为各界焦点的霹雳刮拉江沙 小镇上各式各样的传统道地美食 既然是大城市人追求的平凡滋味 但是您是否又知道 在穿过霹雳大街后的一个华人新村 有一个被当地人誉为深夜食堂的特色居酒户 从日本学艺回来的老板 不屑城市的繁华来到新村开档营业 让小镇上的居民不用去到大城市 也可以一场专业的日本料理 马上跟随本台特派记者刘湘林的脚步 探索江沙 姚伦新村不一样的风景 离开繁华的江沙大街 5公里的路程就会来到姚伦新村 这里有445户居民 人口大约有3000人 大部分的村民从半个世纪以前 就靠割交谋生 生活平淡血液 平凡的小村每逢套入傍晚 夜色降临时 眼前的这个挂满红色灯笼的小店面 就会有不一样的喧闹风景 从东京学义回来的温国熊2012年 毅然决定在这个偏远的小镇 创立了售卖各种特色日本料理的居酒屋 这里虽然没有大餐厅的排场 但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的小店面 却是村民入夜聚会的好地方 很多小孩子 马来西亚 寿司有看过啊 电视机看过很多啊 都知道寿司啊 可是没机会吃过的啊 像很多人 没有在想 如果在这边开个寿司也不错啊 如果好的话我就 我就 食几箱咯 广东话这么说好不好 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各交咯任命了 反正投资不大嘛 来自豆腐世家的温国熊说 他卖的日本料理价格公道 味道绝对不输高尚的日本餐厅 值得一提的是 在突发奇想下 他也将爷爷祖传的豆腐 纳入菜单里 可是我觉得我想 我想把 那个 一个豆腐 最传统最原始的味道 带出来就行了 其实呢 我 我一岁开始啊 我的 我婆婆就哪个布 以前抱着我去做豆腐的 至于当时要卖豆腐嘛 刚刚好我就把我爷爷的产品 推出去啊 除了老板的手艺让顾客赞目绝口 在我背后的这个小木屋 更是这里的另一大卖点 您肯定很好奇里头到底是什么 我马上就为你揭晓 没错 装潢的准节明亮的小房 其实就是让你解决方便的厕所 舒适高科技的马桶 也可算是小镇上的奇景 不过温国熊却不以为然 基本上我觉得 开餐馆 开餐馆的人 你的厕所 基本的卫生你做好 那是对顾客的尊重啊 长期生活在乡村的村民 或许会向往城市的繁华 四通八达 但温国熊的梦想 却是在田径安详的新村 创造自己的一番事业 精湛的厨艺 搭配着昏黄的罪人气氛 这样写意的另一道风景 就在皇城摇轮小镇里 NTV7刘湘玲 霹雳江沙专题报道